大家好,又來到我們的DIY時間 今天要做的呢,是我們的島嶼時鐘 首先你需要一塊時鐘的底板跟雞蕊 把它們安裝上去 接下來拿出組合包裡的秒針 我們要先量出秒針的長度 原因呢,是我們要做出島嶼的範圍 這樣當你的秒針在走的時候 才不會打到你的島嶼喔 接下來拿出我們的圓圍 把你的島嶼範圍畫出來吧 我們從中心對齊 量出最長那一邊的長度 將它插入中心 我們就可以開始畫圓囉 在這個步驟我們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中心點插入的地方,輕輕的放就好喔 不然會傷到你的雞蕊 接下來你需要一包石膏粉 我們要調出一杯石膏來做我們的島嶼囉 要怎麼疊石膏呢? 因為岩石本身就是凹凸不平 所以我們也不用很特別的把它鋪得很整齊 你可以一層一層的往上疊 疊得越高越好 可以用你的冰棒棍稍微畫出痕跡 再來我們要擠我們的數字囉 我們可以將剩餘的石膏全部都放進袋子中 再將袋子撿一個小洞 就可以像擠奶油一樣擠出我們的數字囉 結束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上色 這邊有一個小技巧要教給大家 上色時你可以用淺灰色先上一層底色 接下來用你的筆頭去沾一些顏料 用點刷的方式在你的岩石上上色 這樣我們就能畫出岩石它出糙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鋪草皮囉 首先拿一個刷子上面沾一些白膠 畫在你的岩石上 就可以開始放你的草囉 甲草的部分也有很多種類 有粉狀的 球狀的 還有細長型的 就依大家的喜好去做選擇吧 記得我們把草放上去後 要用手稍微壓一壓 目的是為了讓它能更牢固的黏在岩石上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畫海囉 在這個步驟呢 我使用的是壓克力顏料 原因是因為它好上色 而且顏色很飽和 畫錯了也很容易改掉 我們可以把海分成三個色塊 最外圈是最淺的藍色 再靠中間一點呢 用稍微深一點的藍 中間的部分呢 我們用稍微深一點的藍 帶一點點的綠 周圍呢 你也可以畫一些淺綠色的線條 可以增加它的層次喔 如果畫到後面發現顏色很難暈開 或是界線很明顯 沒有關係 等等加樹脂 就可以把顏色稍微蓋掉囉 下個步驟 就可以開始調配我們沙灘的樹脂囉 樹脂一比例調配完後 我們就可以稍微加入一些棕色 還有我們的細沙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後 你就可以開始建造沙灘囉 可以用冰棒棍沿著岩石的邊邊 開始上你的細沙 在這個步驟你可以隨時依你的喜好做調整 想要左邊的沙灘多一些 或是右邊的沙灘多一些 又或是完全的不要沙灘 都是可以調整的喔 接下來 依比例調配好樹脂 我們要做海的部分囉 將樹脂分成三杯 其中兩杯 滴入不同數量的藍色透明色膏 攪拌均勻後 你就可以倒入剛剛畫的海洋中 最後一杯樹脂 我們要調配白色海浪的部分 在最後這杯樹脂中 我們要加入的是 石色的白色色膏 色膏的連結 我會把它放在影片的下方 大家再去點擊看吧 倒白色的浪時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是 倒的量不要太多 倒太多的話會變滿版喔 耶! 終於到我們最療癒的時刻了 拿出你的熱風槍 我們吹海浪吧 當海浪吹完後 你可以放置一天 等它完全的硬化 第二天 第二天 我們再將它的 持針 分針 秒針 都安裝上去 這樣你的島嶼時鐘 就完成囉 是不是非常的好玩又有趣呢 大家也一起來做屬於自己的島嶼時鐘吧